城市突发位置病毒 超过九成的居民已起死亡 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 并不只是简单的天灾而已 男人将刚刚死去的尸体愿望目的 谁知果实袋突然动了动 一条白旗的手臂跌落出来 搭档却拖着果实袋继续前行 男人面露震惊之色 傻愣愣地看着果实袋被扔进石坑中 没过多久 一名女子钻了出来 和其他尸体一起开始缓缓揉动 这个男人脸色惨白 大声斥责仍在麻木全坑的同伴 难道你没发现他们还活着吗 搭档气愤的一把将他推开 却不想男人直接捡起巨斧 朝着对方脸上劈去 结果背上一条人命的围棋 被警方断定为精神病患者 在医院接受了长男一个月的康复治疗 尽管围棋一再强调 当日自己看到的不是幻觉 可医生只当他是开玩笑 因为围棋的所有检测全部正常 当天下午就给他开具了出院证明 在前往姐姐家的公交车上 围棋看到有人在狂流鼻血 其他乘客却是视若网闻 围棋有些不解 难道自己又产生幻觉了 没过多久 他就抵达唯一的亲人姐姐家里 围棋十分感激是位检察官的姐夫 幸亏对方从中斡旋 否则他也不会如此轻松地洗脱罪名 不过围棋仍然对那些活埋的人念念不忘 希望姐夫能再深入调查 后者有些怒疑上头 认为围棋的精神病还没治好 结果一家人的聚餐不患而散 围棋也没打算在这里久留 很快打车来到位于郊区的简陋住处 可他还没来得及入睡 就被外面喧闹的声音惊动 原来有个邻居突发疾病被送往医院 保安说这已经是今天第三个发病的人 听着身后传来的咳嗽声 他的心中逐渐产生不好的预感 而另一边的私人武装战士谢森 上午还在办公室里看着小视频 下午就有同事突然咳嗽护致 大量鲜血喷涌而出 几个人连忙开车将他送去抢救 却不想此时的医院里早就乱成一团 大量患者跟在角落里可惜 他们想找医生插队 可惜对方根本没有时间理会 这时候有警方跑过来通知 由于流感病例不断增加 请大家立刻接受体检 并尽快离开医院 谢森几人顿时大惊 普通流感怎么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 连是中心医院都要隔离封锁 第二天一大早 被紧急召回的谢森 接到上级的通知 成立发生大事了 所有武装战士必须外出维持秩序 谢森连忙掏出电话打给前妻 却不想一直提示通话中 她的脸上满是焦急之色 因为工作繁忙的缘故 谢森的妻子早在半年前 就带着女儿组建了新的家庭 前几天她还买了玩具 打算跟前妻复合 谁知对方非但不同意 还禁止谢森看望自己的女儿 如今她在仔细想想 应该是前妻将自己的号码拉黑了 谢森担忧女儿的安慰 直接无视了上级交代的巡逻任务 找到一位下属 示意对方送自己前往女儿的学校 谢森的猜测一点都没错 她的前妻那家刚刚接到学校的通知 那里发生了紧急状况 让她赶紧过来接走女儿 那家连忙挂掉电话 看着格格没停的直属领导 她也打消了请假的念头 匆匆收拾好东西 便朝着女儿学校赶去 一路上遇到许多形色匆匆的家长 她的脚步越来越快 直到看见安人无恙的女儿艾米 那家这才知道学校突发传人病 很多人直接喷血倒地不起 于是她连忙带着女儿离开学校 此时的街道上也逐渐混乱起来 好在母女俩幸运地赶上了三路公交车 只不过里面不停咳嗽的乘客 让他们心里甚得慌 而赶往学校的谢森 也被街道上的混乱震惊了 没想到传人病来得如此突然 难道遭受恐怖袭击了 开车的女下属一个不留神 差点跟三路公交车一面撞上 虽然成功走过去了 可公交车却在路口发生意外 好在车子里的那家受伤不重 看了看女儿也只是惊吓过度 好不容易安抚好对方 那家拿起灭火器打开车窗玻璃 顺利带着艾米逃了出来 而另一边前往学校接女儿的谢森 毫无意外地扑了个空 那家此时也是慌得不行 带着艾米一个劲地往回跑 好不容易回到家里 却看到房间里躺着一个陌生女人 那家整个人愣在原地 想不到老公居然背叛了自己 床上的美女不慌不忙掀开被子 谁知渣男居然满嘴鲜血意识全无 那家气得直接关上房门 将这对狗男女堵在了卧室里 而住在郊区的维琪从床上醒来时 听到天空飘荡的警报声 周边连的人影都未看到 他猜到很有可能发生大事了 打算先去姐姐那里看看 直到夜幕降临 维琪才好不容易遇到一辆车子 招了招手 那辆车在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他连忙跑过去拉开车门 却看到司机居然毫无意识地趴在了方向盘上 维琪咬咬牙将人拉下座位 自己则开着车朝着市区市区 可还没过多久 他便看到公路上横七竖八停着许多车辆 司机和乘客坐在里面一动不动 维琪急匆匆地来到姐姐家里 看着没上锁的房门 她的心中生起不详的预改 果不其然 姐姐全家一个不落的全都死在了卧室里 忽然街道上灯光一暗 这座城市彻底沦为四成 朦胧中 维琪看到姐姐全家出现在自己面前 精神病医生说她刚刚又发病了 之前看到的末日场景都是假的 下一刻她从睡梦中醒来 看着地上的三具尸体 为其多么希望自己的精神病没有痊愈 另一边刚刚睡醒的那家 确定自己的老公死了 心中的怒气也消了大半 随即打开房门将美女放了出来 或者表现出一副普大潮身的模样 表示自己跟那个男人认识 还没超过24小时 不过在离开之前 她还得洗个澡打扮一番 而另一边的谢森 此时正带着小队走进了医院 里面的情况果然跟汇报中的一样 所有医生和患者全都感染死亡 她让众人分散开来 看看能不能找到幸存者 医院的地板和病床上 命力麻麻挤满了残死的尸体 有的战士熬不住 差点忍不住当场脱了出来 这时候谢森接到手下汇报 说在地下室有重大发现 当她快步赶过去时 只看见一位医生 还在全神贯注地做着实验 她大声训斥众人不要打扰自己 这些病毒很快就要失去活性了 谢森没办法 只能无奈地跑出去 跟上级汇报情况 谁知对方带来一个糟糕的消息 城市的南北大道全被封锁了 谢森所在的小队 也要前往其他的出城小道进行封锁 挂掉电话后 一名警员便开车来到医院 他是接到上级命令 前来监督谢森执行任务的 原来官方的意思是 不准任何一位居民离开这座城市 谢森等武装战士有些不解 不明白上面到底几个意思 警员摇摇头表示他也不知道 随即一行人便来到指定的封路地点 现场的几位警员早就等得不耐烦 谢森没有多言 而是用枪指着带路的警员 因为对方一直在不停地咳嗽 难道也感染了传染病 警员连忙解释说 自己只是过敏 前几天一直待在家里哪都没去 却不想一位正直的警员立刻站出来 他说对方这几天一直在清理尸体 很有可能感染了 谢森不敢答应 拿枪逼着咳嗽警员赶紧滚蛋 因为谁都不清楚 这种病毒的传播能力有多强 而是中心医院里的尸体 已经被私人武装陆续清理出来 警存的那名医生表示 必须尽快烧毁尸体才行 这种病毒的传播速度快得吓人 第一个病例出现在三天前 随后医院中陆续有人开始发烧可血 直到今天就只剩下他一个了 武装负责人心中一凉 询问疫情是不是就此结束了 医生摇摇头表示不确定 而另一边刚刚洗完澡的美女妮可 听说了外面的可怕情况 决定跟那家组队一起离开市区再说 街道上到处躺着尸体 已经很难看到一个活人 谁知下一刻 妮可兴奋地拦下一辆汽车 司机正是刚刚从姐姐家里出来的围棋 看着那家母女俩 她的心中一软 决定顺路搭载众人一程 不过在此之前 维棋必须先将姐姐一家安葬才行 妮可等的有些不耐烦 于是悄悄鼓动那家抢车跑路 反正现在已经没有道德法律可言了 那家也想早点回到郊区的老家 于是同意了妮可的建议 却不想这辆破车怎么都点不着火 听到动静的维棋 连忙跑步来阻止 大马妮可几人不是东西 如果想要尽快启程 还不如过来打把手 于是在三人的合力配合下 维棋姐姐一家总算路途为安 临近正午时 维棋便将那家母女送到位于郊区的老家 看着俩人离去的背影 她再次想起死去的姐姐和侄儿 于是连忙追上去 表示这里已经断水断电 根本不适合长期居住 后者想了想 最终决定跟维棋一起逃离市区 可三人一车即将驶离边境现实 前方的道路已经被武装士兵封锁 这些幸存者好不容易躲过病毒袭击 难道现在还要留下来白白等死吗 以上就是俄剧幸存者的第一期内容 新剧开坑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